欢迎收听绝品家丁 本作品由广东唱读出品 作者肖兴陈 由南越飞升射制作 演播绝代相超 鬼池千般风流 咖啡马不喝咖啡 第130集 他是墓主的豉皮? 进来几个人不用问贵 绝对是乔庄打扮的油缸 油缸跳下牛车 大铺来到何小玉的面前 他躬身行礼 属下参见魔主 何小玉放下一个手 是他不用多礼 正准备拉到一边 跟他说要刺杀太子一时 谁知那风的剧声叫笑起身 油缸本能地望过去 不望的油志可 一望就吓死我 他满面异样的表情 令到何小玉一岳 他周固眉就问 你干什么? 他... 他不是魔后的贴身侍女 但何小玉一岳 他最怕人就是看到魔后的 而阿风竟然是魔后的贴身侍女? 咦? 这些东西就贴身侍女 哎呀! 好在这个阿风傻了 一问三不知 以前的东西全都忘记了 阿风是魔后的贴身侍女 这个时候他的人瘋了 但是还没见到魔后的蹤影 油缸曾经调动手里面所有的关系和力量 但是 就一点都查不到魔后的行踪和消息 上次星山一役 魔后似乎好像人间蒸发了 或者 阿风会知道他最后的情况 但是 他现在傻了有什么办法呢? 见到油缸走过来 阿风就立即跳到千秋 不断缩到安乐母的怀里面 他真实地说 姐姐! 姐姐! 有恶人来啊! 安乐母见到相公对自己斩眉斩眼 他一时间难以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 唯有先探望阿风 好紧张地看着油缸 阿风 你还记不记得魔后? 油缸小心夜夜地问他 心里面 看着阿风可以记起一些事情想来 可以打听一下魔后的行踪 阿风皱着眉头 似乎在努力回忆往事 这个时候 何小鱼看到头都戴上 然明白了原因的安乐母 也都神情紧张 手心里面全部都是汗水 万一阿风真的记起以前的事情 以下也就糟糕了 阿里陀佛上帝保佑 但愿阿风千万不要恢复记忆 何小鱼心里面一直在祈祷 平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以下也在祈求上帝保佑 阿风忽然双手抱头 面露痛苦的表情 忽然他一手逼向着走过来的油缸 虽然油缸是一个老缸湖 但也没想到阿风忽然出手 咔的声 一巴掌刮在油缸的面上 连刺在面上的搞糊糊 全部都掉下来 姐姐 他是大恶人 阿风继续缩在安乐母的怀里 满面都是惊恐的表情 油缸摸着自己的面质苦笑起身 二一掌 好在阿风没有运用内功 不是 恐怕自己也那头近 刚才那巴掌 虽然没有运用真气 但是真是死了 大力 油缸半块面都肿起身 喝喝 少许一看 即便想大笑起身 哈哈哈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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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缸的满面尴尬表情 唉,魔主,既然小枫瘋了,魔后他 下面的话都不用说出来,大家都明白了 阿枫肯定出了意外才傻的 他是魔后的贴身是皮 他出了事了,魔后也是三长两短 这个时候他下落不明,生死未扑 怎么也不叫人担忧得 唉,何小月特意叹了叹气,流露出忧虑无比的表情 但心里开心到痞 一死了还好,一了百了,免得我和莫言担惊受怕 忽然何小月记起,自己有正事要跟游刚说 他即时把游刚拉到一边 他满面严肃的表情说 现在我命令你,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代价 在太子大婚之前,跟我嘖嘖 嗯?为什么呢? 游刚一岳,他面露不解的表情 这个问题,其实游刚并不是没有考虑过的 他经过思思的势量之后,他认为太子的存在在意义极其中大 太子和二王只以他明争暗斗 亦等于圣门和魔门之间的斗争 利用圣门去打击魔门的其他三宗 而相反,三宗亦是慢慢消耗圣门的力量 双方斗到你死我活 邪宗正好温水魔门,暗中发展壮大 其实,邪宗目前的实力来说 已经比其他三宗要强大得多 但是他认为仍然不是很久 仍然要继续壮大 他的设想是 一直引到魔门大会的时候 忽然间爆发 魔主进入,而统一魔门 这才是魔门的终极目标 留住太子,被杀了他更加有价值 但是,何小玉刻起了臉 他整面严肃地说 你也不用问为什么 执行命令就是 他第一次魔主的身份去押游光 游光的探饰了一声 无奈就答应了下来 是,属下遵命 当游光走了之后 何小玉看着压风扭着头 这女孩虽然傻了 但是谁都不敢保证 她什么时候恢复神志 如果她死了 反而是一了百了 不过 这么娇的美女 实在又不忍心落手 何小玉一隔着尾 安乐没知道她想怎样 她面严不忍的表情 对着何小玉拎头 又是要杀了阿风 自己确实不忍心 既然安乐没反对 那便算了 何小玉对着她笑了一笑 走过去 轻轻不忍心吻了一下 然后走过去研究酒精 这几天 莫然常逼她提纯酒精 她本来就想着 摄大雪的时候 用冰冬的方法提纯酒精 但是这个时候 整天都逼着 唯有用蒸餾髮 看著雙公園的背影 安樂無望望在自己懷中的雅峰 他摸著他的手法 發出了一聲悠悠的彈色 差不多忙到大半夜 反反覆覆提順 總算是做了一小壇的酒精 莫然一下也開心 摸著那壇小酒精 不斷跑過去自己研究起來 早上的時候耗盡精力 晚上搞提訊 何小宇真累得睏著眼睛睡覺 翌日他睡到黃昭八眼 已經是中午時睡 他一起來就去到戀維營監督操練 兵部的動作也挺快 不用一日時間 已經送來了幾百支歐廉槍 那些女兵就寬天起地地裝備了新武器 按照何小宇的要求 他們 開始靜規訓練起來 何小宇 黑了眼圈 沒來精神看著那些英姿勢爽的女兵操練 他心裡想著孝珠郡主 同時 盼望著油光的盡快傳來好消息 因為三日之後 就是太子殿下的大婚之日 三日 斬眼就過去了 但是對於他來說 簡直是一個漫長的世紀 他在點像台上走來走去 一時走一時站 一時頭擔天眼望地 好在莫然三個女人不在 不是 一定會看得出 他心裡有鬼 中古留過一別 他心裡經常記掛著孝珠郡主 甚至乎 看一看他的身影也好 不行不行 自己這樣等法也不是路 唯有去看王府看一看 鐵綠蘇一惡 嘴唇微微動了動 但是 只是發出了一聲無奈的嘆息 魔主自從去了一趟中古留之後 整個人都神不守舍 他知道是因為孝珠郡主的原因 魔主一定是喜歡上了孝珠郡主 他的好色性格 唉 真是令人無語 大家都是男人 為什麼他們這麼優秀 按照習俗 新娘子在出嫁的前三天是不能出門的 只能夠在自己的香歸入面 魔主這次前去 恐怕都要失望而回 他想說清楚 但是他也知道 魔主一定是聽不進去的 如果見不到孝珠郡主 嘿 魔主一定會做出什麼出嫁的事情 而且 自己身為下屬 唯有無條件去執行命令 剛準備出門口 有士兵來報 匪左上的千金 孫小姐有事求見 說是重要的事情 是重要的 若痴有急事 難道被他發現了 何騷將將中的士兵全都叫出來 然後 超面含傷的匪若圈衝進來 他鳳目原真地看著他 神情裡面顯得非常稀憤 還有失望、悲苦和傷心 她鳳目紅腫,很明顯就哭過來了 啊,啊,圈姐姐 我小月心裡是彬彬彬彬跳 難道,難道自己和書玉有一夜猶情的事情被她知道了? 啊,不是啊,或者是孝珠郡主的事情啊 你,你,你做的好事啊 第一百三十一章 喂,你想想辦法吧 匪若圈真的很生氣,她身體震了 我,我啊 小月拗著頭,不敢確定她口裡的好事究竟是哪一件 她唯有就裝傻了 你真是那麼,那麼食膽包天 匪若圈越講越生氣 突然,她一伸手,就一直撕著河小月的手臂 哎呀呀呀,很痛啊,喂,喂 圈姐姐,你,你不要謀殺親夫 痛得河小月眼淚鼻涕都飆了出來 而斐藥圈就更加痛,他心裡很痛 所以手也忍不住,不停用力撕著何小魚 我提醒過你的,不可以打孝珠的主意 你也好啊,你真是做了啊,你好野啊 哎呀,真是活該,原來真是孝珠郡主的事 何小魚眼珠一滴,即時急中生寺 其實沒有上到頂樓的,就算是懷疑,也沒有確鑿的證據 他也不敢亂說,這件事除了他,就孝珠郡主 哎呀,難道他將這件事跟藥圈說了? 若那匪藥圈真是知道了,自己真是不可以再隱瞞 越隱瞞,越需要多兩前寵 何小魚頭哒哒,眼濕濕,好像一個做錯事的小孩子 我…我呀… 飛躍圈,不停挖著他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會害了孝珠一輩的? 何小魚的表面上,好像在承認低位 但是他心裡非常之不矩,是不是吧?有沒有這麼嚴重? 喂… 你知不知道呀? 洞房花燭爺,若然太子發現他不是柱子之身的話 以後,他還會對孝珠好嗎? 飛躍圈好像仍然不是很解氣的樣子 又撕了它一下 哎唷…我…我忍呀…忍住呀… 何小魚雖然很痛,但是表面上還是忍住 扮得很無辜的樣子 在古代的時候,男尊女卑 女人的精節比一條命更加重要的 命仔可以不要,但是精節就不可以沒有的 不知道多少女人 被精節這兩個字就逼到自殺 哎…雖然是話是這樣說 但是…我真的不想他嫁給那個死仆街 對呀…何小魚心裡在那裡這樣想 但是他的嘴巴就閉得緊 不斷乖乖聽著斐藥圈在那裡罵他 你知道錯了嗎? 到最後,斐藥圈就罵得累了 他不斷坐下來繼續說 你弄出來的大頭佛,你自己拆掉它吧 何小魚不斷拆頭,他面露為難的表情 喂…喂…破了就破了 那個…太子懂不懂那麼多東西啊? 哎呀…如果是現代就好了 好像有些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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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修寶術的吧 但是…現在是古代來的吧 啊…怎麼辦呢? 見到何小魚一聲都不出 知道他都不說話的 匪躍圈醫下醫下急了 他跳起來即時催促何小魚 你快點想辦法吧 咦?聽到這句話 何小魚覺得…匪躍圈也沒那麼生氣了吧 他偷偷地喘了一口大氣 然後討好匪躍圈地說 哈哈…好好好…你不要急啊 我現在就想辦法 匪躍圈刻著臉 你今天如果想不出辦法 我生氣死你啊? 咦? 什麼匪躍圈也會生氣嗎? 嘩…不是你的財女來的啊 財女也不要生氣吧 喔…小魚稀皮笑面地說了 哈哈…阿圈姐姐你吩咐了 那小魚又喜感不從呢? 好了…你放心好了 喔…小魚哪有好辦法呢? 她現在的想法就是… 哈哈… 太子她死了老親 這件事就搞定了 但是… 油缸那邊好像未傳什麼新消息過來 嘩…會不會搞不定呢? 匪躍圈又不斷掘了她眼 她滿面氣憤、責怪 幽怨的表情全部表露無謂 哼…如果你聽我的話 就不會搞到那麼大頭罰了 喔…小魚又繼續好可憐這樣 我…我呀… 唉呀…其實我真的不想的 當時…很大風的嘛 那條裙又飛吹吹吹吹聲 那我就將它按住條裙子咯… 誰…誰不知… 誰不知公主她…一摸… 就摸在身上… 我一坐… 就…剛好就… 頂住了… 哎呀… 那現在的絲綢又薄… 那…那你就這樣咯… 哼… 匪躍圈一聽… 嘩…你這樣的謊話都說得出口的 你真是當我Lulu了 即時哼了一聲 凌轉頭就不理何小魚了 原來… 孝珠郡主回家之後… 思前想後… 感覺就對不起匪躍圈… 所以就親自登門道歉… 匪躍圈一聽… 當時就很生氣… 但是… 她想心一層… 孝珠郡主都對她坦白了… 她整個人都呆了… 即時… 又羞愧… 又悲憤… 又絕望… 全部都湧上心頭… 不由得失聲痛哭… 其實… 她都知道… 比親姐姐還要親的孝珠郡主… 是非常崇拜何小魚的… 甚至乎達到瘋狂的地步… 很多時直接跟她說… 只不過… 孝珠的名分已定… 注定了要做太子妃… 所以… 她心裡也沒有太大的擔心… 而她自己也明白… 何小魚是個花心大蘿蔔… 唉… 為了這件事… 她一而再一再而三… 警告何小魚… 喂… 你就算是膽包天膽大妄為… 你也不可以打孝珠郡主的主意… 其實… 她這麼多次警告何小魚… 她多多少少都有些私心… 有誰又願意… 將自己的另一半… 和其他女人分享呢? 有誰不希望自己的相公… 是全心全意地對待自己… 痛惜自己的… 何小魚之前那些女人那麼多… 她又沒辦法了… 她只是希望… 自己… 是何小魚的最後一個… 她和孝珠郡主本尼… 就是無話不講的歸宗物友… 一個眼神… 一個手勢… 彼此都心領神會… 孝珠她不喜歡太子… 非常討厭這門… 是帶著政治的婚姻… 她想追求自己的終身幸福… 但是… 負命難為… 而且她是皇上陰典… 比著哪個也… 都沒有辦法了… 嫁給自己不愛的男人… 孝珠無奈悲苦… 她都可以接受… 甚至乎同情… 心裡… 也都一起和她難過過… 有時候… 她心裡… 也曾經閃過這樣的念頭… 如果孝珠郡主… 沒有許配給太子… 她們兩個人之間… 就要爭奪一個男人… 只不過… 某人出了名是花花咐咐的… 難免會打著一箭雙雕的念頭… 唉… 或者… 兒女共事一夫… 說不定… 都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 某人開心… 孝珠… 也都開心… 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本來就難以用語言來描述的… 一個不開心… 另一個也都會受傷… 一個開心… 另一個也都會高興… 誰都希望… 彼此開心幸福… 更何況… 某個花心大羅伯的人… 本來身邊都不止一個女人… 再多一個孝珠郡主… 也都不算多… 林歸林… 但這門親事是皇上陰定… 誰都沒辦法改變… 鄺子… 讓誰都知道… 為了人頭落地… 所以… 他真是替孝珠郡主很難過… 沒想到… 令他最擔心的事情… 終於都發生了… 而且還要是孝珠郡主出國的前三天… 怎樣不令他傷心… 痛苦又氣憤… 又絕望…又緊張… 真是擔心死人… 又生氣又恨… 這個死人花心大羅伯… 竟然多次警告… 當已變風… 還要做完這些狗邪事情… 幸好孝珠向他坦白… 將所有責任自己擔當起來… 說自己當時情難至今… 才做了這件事… 算是看何小月減輕了不少罪過… 這個時候… 匪躍圈擔心的是孝珠郡主… 洞房花燭夜的時候… 太子如果發現… 他不是玄壁之身… 嘩… 漏漏地… 會不會… 將孝珠郡主殺了… 嘿呀… 以太子有仇必報的性格… 一定會威逼孝珠郡主… 將那個男人說出來… 如果孝珠郡主臨死不說… 哼… 後果真是難以想像… 但是… 這一點… 可能他完全想錯了… 因為… 他完全不懂政治… 就算孝珠郡主人盡可夫… 淫蕩下戰… 只要他是康王爺的女兒… 郡主的身份… 太子殿下一樣會高高興興地… 娶她過門… 立為太子妃… 因為聖門的勢力再強大… 如果沒有了康王爺全力支持… 絕對鬥不過正王爺支持的二弟… 司徒冒怨… 第132章… 哈哈… 大婚然奇… 太子需要康王爺… 同樣… 康王爺也需要太子保住他的地位… 這是一場大豪島… 太子和孝珠郡主的婚姻… 就是帶著明顯的政治因素… 何小宇雖然… 對所謂的權利鬥爭… 頭都帶了… 整天都不想來… 但是… 也明白其中的關係… 只不過… 話是說… 正在風頭火勢的匪躍圈… 絕對不會聽… 說不定… 還會怪自己逃避責任… 唉…沒辦法… 唯有頂硬相… 唉…被你罵就罵了… 但是… 這件事到現在… 拗爛頭都是沒辦法的… 他心裏則… 一點都不希望… 孝珠郡主嫁給太子… 但是… 如果想不出一個… 令到匪躍圈滿意的方法… 這個百年難得一生氣的大財女… 絕對就不會放過她的… 唉…該死… 真該死… 為何還沒有好消息傳過來… 喂… 尤剛你有沒有做事的… 其實… 何小亦都知道… 在太子身邊… 一定有超一流的高手在護衛著… 而且… 太子本身… 亦都已經是一個高手… 來的… 想要刺殺他… 或者暗殺他… 難度是非常之大… 他命令尤剛派人行刺太子… 確實是有些強人所難… 只不過為了孝珠郡主… 無論如何都要搏一局… 唉…真是盼死無大海… 你想到沒有… 只見… 匪躍圈雙手叉腰露目懸憎… 嘩… 看不出… 他還可以有這麼潑辣的樣子… 匪躍圈不斷催促… 但是… 事情都已經發生了… 再怪責也沒什麼用… 而且… 亦都沒時間去怪責他… 而當勿之急… 是看孝珠郡主… 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 噢… 小若硬曬太子… 無奈地接著一個… 很自信的笑容… 哈哈… 圈姐姐… 難道… 你對小弟… 我就沒信心嗎? 匪躍圈… 冷冷的轟著聲… 又看著他… 哼… 鬼才對你有信心啊… 大人… 這個時候… 張外面傳來了鐵綠叔的聲音… 令到何小玉精神即時為之一陣… 他馬上就說… 嘩… 進來… 鐵綠叔進來了… 行禮請安之後… 瞄了瞄瞄妃若圈… 何小玉又咬下頭… 他馬上催促… 快點說吧… 他等油缸的消息… 真的等到不久了… 而且心骨如焚… 如果行刺成功… 太子掛了老襯… 喂… 這件婚事… 真的沒什麼事了… 眼前這個難題… 自自然然… 迎刃解決… 那個鐵綠叔… 他就小心翼翼地說… 品大人… 熟下剛才… 聽說太子殿下… 在東陵湖那裡… 遇刺負傷… 嘩… 啊… 只是負傷… 喂… 為何會不死得呢… 油缸派出去的人… 實在太屎波了吧… 嘣… 火少於惹眉了… 臉露不滿的情緒… 甚麼呀… 太子殿下… 遇刺負傷… 飛躍圈一聽他即時站起來… 他滿臉驚訝的表情… 同時隱含許多莫名的激動 太子負了傷 孝珠郡主的分歧自然就要延後 孝珠郡主暫時避開了眼前的危機 那個花心大蘿蔔也有充足的時間 想一個更妥當的方法 雖然對花心大蘿蔔又生氣又恨 但是心頭裏面仍是對他很有信心 所謂的信心 而不是他對澄澄愛我專一的信心 而在某一方面 他就好多糞便 這個時候 鐵綠叔忽然叫來了 他低聲就說 孝珠 右總堂主剛才傳來消息 我們的人都還沒動手 就有人搶先動手 賀蕭一惡 咦 不是油功派的殺手做的 啊 司徒魂女的英俊算是走了狗屎魂 鐵綠叔忽然間 面露出又想笑 又在忍著表情 他低聲就說 魔主 根據內線傳回來的消息 太子殿下的 弟弟 被刺客刀了一刀 整個都掉了出來 說完這句話 他即時就好色趣地 退出了帳篷 小月真是不知好生氣還是好笑 不是吧 與此不成功 你沒事 你弟弟走了 唉 真是聽他不信 真是聽他不信 何小月笑得整個肚都痛了 他一路喘息一路說 哈哈哈哈 師徒魂女 你弟弟 被刺客刀了一刀 哈哈哈哈 走了 唉呀好笑 真是太好笑了 嘲嘲也沒有買 哈哈哈哈 我說嘲嘲 啊 大大過呢 就不是叫嘲嘲了 叫 叫 叫生氣 哈哈哈哈 生氣都沒有了 你還娶什麼老婆呢 哎呀 孝珠棍珠都不用嫁過去了 太子殿下之後呢 亦都叫做 太子公公 哈哈 真是不想笑也不行 唉 唉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哎呀 頂他不信 這個時候 飛躍圈就出聲了 你 飛躍圈 看到何小雨笑得這樣 嘩 他真是臉紅已熱 不斷惡屎能力挖著他 喂 你這麼粗俗下流的說話都說得出來 呀 什麼什麼什麼 弟弟啊 那樣 何小雨拋著頭 他笑奇地這樣說 哼 連個老天爺都幫手了 我都是一時高興 得意忘形 忍不住 匪躍圈翻著白眼 心裏 發出了一聲憂憂的彈色 嘩 這條死人 他的話中意思 他怎麼會不明白 一定暗示 他和孝珠郡主的天作之合 命中注定的姻緣 看到他得意忘形的樣子 即時令到飛躍圈沒有了聲出 心裏 馬上湧起了失落感 同時間 亦都湧起了一種奇怪的感覺 如果孝珠郡主 不用嫁給太子 而是 嫁給他心愛的人 一定幸福到死呀 心裏 一時就五味雜塵 患得患失 在迷惘之中 忽然間 感覺到腰肢一緊 本能是敬呼地掙扎了起身 突然間 一隻嘴仔 被另一個大嘴巴 不斷封住了 忽然間 天船地鑽 雲泊不齊 輕飄飄地離開了 就好像在無盡的天空游蕩 過去了很久 何小玉仙依依不捨地 即時收回口 他把頭 喊到匪躍圈條頸 用力地吸一吸 即時就輸根活絡 他一副好陶醉的神情 嘩 嘩 一陣子好香 整年都不用洗臉都可以了 滿臉匪紅的匪躍圈 即時又撕他一下 然後倒下頭 匆匆離開了 睡覺 欲勇一聲 不斷惡事能燈地盯着何小魚 原來 他整件衣服都被何小魚在後面一扯 嘿 那些繩子鬆了 嘩,你這樣走出去還得力而要 他倒下頭即時走回來了 然後 他見到何小玉似笑非笑 又曖曖曖曖曖的神情 搞到自己心頭 嘩,啵啵啵啵啵跳 嘿嘿 真是走隔不休 不管你那麼多事 這個時候 何小魚繼續在仗中大笑起身 嘩 太子變成公公 牛豬郡主人真不用嫁過去都可以 飛躍圈這一關 亦都算是孟孟孟蒙混過去 嘿 心頭裡面實在太開心 但是 太子殿下遇刺 皇上的龍顏大怒 血衣衛 宇林軍 禁衛軍 成衛軍 牙翼步快 貞騎傾巢移出 全部去搜捕刺客 全城戒嚴 即時來大搜查 簡直搞到雞飛狗跳 人心惶恐不安 原來 行刺太子的刺客 是有三個 潛伏在水中 忽然發動襲擊 太子身邊雖然有護衛 自己也是高手 但是 他在水中游水 即時沒有了防備 所以 在三名刺客亂斬亂衝的時候 下體即時受傷 但是 有兩名刺客 死在護衛的亂劍之下 而另一個 潛水走路 還走到無影無蹤 還走到無影無蹤 嘩 這下夜不禁令人聯想到 鄧天龍和林錦兒的血案 刺黑刺濕的手法差不多 都是潛伏在水中 忽然雷亭萬鈞的一擊 這裏屬於北方 北方人大部分都不會游泳 無論你武功再高 一沉下水 一定是怕到騰了雞 好像鄧天龍那樣的高手 一下水 一樣都是任人宰割 這個高手 絕對是水中的高手 不過 適水性的人也不少 這件事也不算是甚麼線索 只能說 這個空手 很可能是南方人 本來事不關己 高高掛起 免得理他 哼 怎不知游江的親節上門 請他協助破案吧 走 走 叫援 喼 免得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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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ugh 可是 歪 歪